选轻工一共就是10万左右 找装工公司的话 比我们现在要贵9.56万元 差不多就是比我们轻工的价格要翻倍了 那你们有啥办法能让业主 两三个月就赚10万块钱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善意讲装修 我是善意 咱们最近这一周啊 花了点时间 完整的做了一个装修的轻工的预算 并且呢 还跟装修公司报价做了个对比 这套房子啊 是一个140平总面积 细分的话呢 是上下两层 一层啊 是73平米左右 二层呢 跟一层的面积差不多 但是会比一层略大一点 就是这个门厅的位置会略大一点 这样的一个月层结构 这个房子啊 交房的时候就是一个毛皮房 二楼呢 是一个斜顶的阁楼结构 因为是个顶层 这就是二楼的一个阁楼结构 那一层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大宜居的结构 北侧呢 是一个卧室 南侧是一个客厅 从一层到二层 没有楼梯 我们设计了各种方案之后呢 决定还是从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沿着中间一进门这个位置啊 做一个双跑折返啊 这样一个楼梯来上二楼 这个房子呢 会比正常的平层啊 多了一个楼梯 所以啊 报价呢 也会比正常的平层要贵一些 那我们清工做起来的话呢 整体算了啊 大概一共是10万块钱左右 这10万块钱啊 把所有装修清工硬装的部分的钱 都算到了 包括给物业交的这个垃圾气温费啊 都算在里面 打孔铲墙皮等等嘛 开动 做楼梯 楼梯的扶手等等等等等等 全做了 这里面呢 没有包含大家电 也没有包含定制家具啊 那个算到了家电和家具里面 但也不是所有的家电都没算啊 浴霸是算了的 另外呢 电热水器啊 也算了的 加起来一共是10万块钱左右 具体这10万块钱啊 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天有一场直播 大概三个半小时啊 有很多人都跟我一起见证了 我呢 打算把直播回放的内容啊 整体再好好编辑一下 然后再发给大家 其实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个 轻工与装修公司的报价对比啊 其实也是做了直播回放的 目前啊 有两场直播的回放啊 都是可以看的 这个呢 是关于这套房子的第二场直播 具体应该买什么东西啊 也是做了很多的答疑 一共回答了 大概是五六十个小问题吧 这是第三场直播啊 把这140平格楼 硬装轻工10万块钱 跟装修公司的报价 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 这个呢 我也做了一个目录啊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都在里面找就可以了 之前呢 做直播啊 是完整的展示了这个过程啊 比较长 今天呢 咱们做一个短一点的 我把这个最终的结果 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选轻工 一共就是10万左右 但是如果选这个A装修公司的套餐 按照他已有的报价 我们能比他省6.71万元 如果是按照我们10万块钱全干完 找装修公司的话 比我们现在要贵9.56万元 差不多就是比我们轻工的价格要翻倍了 那具体这个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 它是以套餐为主的 在套餐外呢 它做的是半包 我们选的啊 不是它最便宜的套餐 也不是它最贵的套餐 是一个中档的套餐 是硬装999元每平 但是因为业主家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楼上楼下的啊 这样的一个月层结构 尤其这个二层啊 是个阁楼结构 所以啊 业主也不想用他这个140平 全都套到那个套餐里面去做 那样的话肯定是成本太高了 就直接就14万了嘛 装修公司呢 这边也觉得啊 直接给我们啊 14万包 怕把我们的包跑了 所以呢 它给我们提的建议呢 就是先按照一个一层 报一个套餐价 然后呢 再把二层所有新增的部分 再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半包 这样呢 整个加起来的费用 会比直接报999的套餐 要便宜些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包价啊 就是它已经上门测量过 并且呢 跟我们做了一定的沟通 我们给了它大概一周的时间嘛 做完的一个包价 这个包价啊 我先把中间一些重点的地方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它把各种优惠都算完了之后呢 最后整体套餐部分啊 是十万四千六百八十二元 这个套餐部分啊 算的就是999一平这种的啊 另外还有一些加项的部分 比如说二楼要做一个卫生间 二楼的扑地板 二楼的地暖 以及二楼的一个卫生间里面的瓷砖和吊铁 这些呢 它是额外加的 相当于按照半包算的 这些半包的费用呢 一共是两万一千元 除了套餐里和套餐外的啊 额外还有一个楼梯 楼梯呢 是他们这个装员公司做不了的 他们必须得通过第三方来合作才能做 这个楼梯的报价呢 是一万二 把所有的这个套餐内套餐外 和找第三方做的啊 加到一起 最后的总数是十三万七千两百八十二 具体这里面什么地方合理 什么地方不合理啊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它很多优惠 咱也看不懂啊 搞的套路很深啊 我们就以十三万七千两百八十二元 为它现在的总报价金额 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 哎 你这个清工的费用是十万 人家呢 专业公司给你报的是十三万七千二 你俩这也差不多啊 那我这签专业公司 我又省心又省力的不行吗 我自己清工我都费劲呢 那我们之间真的就只是 差了这三万七千二吗 其实不是啊 专业公司报的 看似是十三万七千二 其实啊 这里面隐蔽的费用很多 我们先说一个它的付款模式吧 它这里面写着 签合同时交多少钱 看见了吗 它交这么多钱 看见了吗 然后它是按照交全款算的时候 然后给你一些优惠 你不按照这个全款交 还有种交法 先交95% 然后才能开工 也就是说 你要想跟专业公司签这个合同 你至少要先交到 合同总金额的95% 然后人家才能进场开工 一旦钱进了它的手里面 它具体要怎么给你干 那不就人家说了算了吗 对不对 你俩之间在发生什么纠纷扯皮 人家撂挑子不管了 走了 你就只能在这干瞪眼 因为钱都交完了 抛开它这个付款模式啊 以及跑路风险等等 我们不提 我们就先看一下 它现在这个十三万七千二 到底有哪些包括了 哪些没包括 具体包括的项目啊 你要一项一项的去问 它才有可能告诉你 你在跟它签合同之前 你不仔细问的话 它都懒得跟你说 专业公司一般签约啊 都是先把你忽悠晕了 细节的部分呢 它就不会跟你说的 为什么跟你说呢 说完了之后 会让你犹犹豫的 最后不简单 对吧 它会这么说 它说 我们这边人都这么干的 你放心吧 我们这都盖了多少多少户了 可能大厅里面 还有一个展示墙 整个你们全市 或者全区的 各种的楼盘 都在那展示了 然后给你列出了二三十户 甚至是几百户 我们已经装过的房子 你看人家都这么干的 没事 其实这全是套路 怎么可能没事呢 钱都交完了 是吧 自主权都不在你手里了 而且你签的 大概率是人家定的 一个格式条款 真有问题 谁给你解决啊 我们看看它都包括什么 它包括了的是 赠送的烟机造具 这个咱们在硬装里面 确实这个部分没有加 之所以我在硬装里面 没有算烟机造具 是因为现在烟机造具的平替 是集成造 集成造的话 那肯定是算到电器里面的 所以呢 烟机造具啊 我就没往这里面加 我们先给它算 折合一千我 实际我这边最后给它算的 是按照折合两千算了 然后它包了15米的水 35米的电 这就是水电改造的部分 没包括地暖啊 还包括有三堂木门 那一共是六堂 还缺三堂 还包括了2000块钱的设计费 他说这设计费呢 就可以转换成一个 叫什么自由包 我们是需要有做吊顶的地方 他说可以转成吊顶 算了一下 他这吊顶能转成12到15平吧 我们往高了股啊 就算是能转成15平 那跟我们实际要做的呢 可能还差12平左右 开关插座啊 他说是能给包一部分 但是不知道具体包多少 应该肯定是不够的 二楼的卫生间 砖和吊顶啊 这个呢 他只算了1500块钱 这1500块钱 我给他折算了一下 大概是相当于是吊顶 能够包毛料全做了 还能包起来1000块钱的砖 就算勉强把砖也包了吧 但是贴砖的轻功辅料 他可能是漏算了 还包括5.5米的单包 和6.5米的双包的牙口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包入户门的门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包阳台的一个牙口 包双包 这两个项嘛 目前艺术家可能都没有 阳台这呢 因为没有牙口 入户门这块 可能要做柜子 所以也没有这个包口的问题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折算成13米的单包窗套 这边一共算是12米 我们折算成13米的单包 在这套餐里呢 还包括三米的地柜和两米的吊柜 但是实际啊 按照这个厨房来算的话呢 三米地柜 两米吊柜肯定是不够的啊 实际差不多是4.6米地柜 三米吊柜 还有灯具开关插座的安装 他这个说是包安装 但是呢 应该包的也是有限度的 那你要是多了的话 可能也不包了 这个具体啊 人家不说了 他肯定不包括的地方啊 就是灯具 入户门 入户门呢 这块原来是个1160的一个子母门 打算改成单扇的960的门 所以这块呢 还要弃一个小墙堵 这个呢 他也不包 二楼的卫生间改下水 不包 楼梯踏步和扶手 没有 二楼的气墙 一楼的这个楼梯旁边的隔断 也没有 垫热水器 小橱宝 包括全屋的打孔 以及特殊下水的改造 领域房 食材 这些地方是他肯定没有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基于他已经包含了的这些项目 和没有包含的这些项目 跟我们的轻工呢 做一个完整的对比 我们现在轻工的费用呢 就是十万一千 我们就粗算是十万块钱吧 那我们要跟轻工来对比价格呢 就要把装修公司所有做的项目 按照轻工重新复写一遍 我们现在这种已经复写完的一个状态 我们保留了之前轻工价格里面 装修公司也有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防水 比如说贴砖等等这些活 以及他这边有的烟机造具 我们也给他加上了 这会儿写的是加一千五 实际上我们是按照加了两千来算 包括他这边写的开关查座 他没写数量 我们就默认 把人往好地想 他能把所有的开关查座都给包上 我们都按照这个算 以及他有的项目 但是没有包全的 比如说改水 他只是包了十五米 我们也是按照十五米一个卫生间 我们把轻工的价格也算上了 包改电 他是包了三十五米的电 我们按照轻工改电 也把这个价格算上了 吊顶 他这儿可以算成十二到十五平 我们就按照十五平米给他算 都折算到这儿了 木门装工公司包三堂 我们也算三堂 创套他这边能折成十三米 我们也算十三米的单包 橱柜他是包三米地棍 两米吊棍 他没说包管的问题 我们把包管也给他算上 这个就是按照轻工 算好的一个整体的价格 现在就是所有装修公司 报的项目 我们在这边都给他加上了 最终的整体的价格呢 是七零 一八零 可能还有一点点小出入啊 比如说他这边说包十五平米笔布 我为什么把这十五平米笔布给画到这儿 但是没仔细写呢 因为他不一定包 那天问的时候 他就有点含含糊糊的 那意思啊 就是你这儿不需要 我就给你做了 而且到底是不是十五平米啊 也没说死 所以这块呢 我们先不算 我们其他的项目 都是给他往多了算的嘛 所以啊 差这十五平米笔布啊 出入应该不会太大啊 大概就是七万块钱左右吧 这就是我们跟装修公司 干一样的活的情况之下 我们轻工花的钱 那装修公司花多少钱呢 十三万七千两百八十二 差不多就是十三点七三万嘛 那这是我们相同的项目 还有我们不同的项目呢 就是我们这边一定会做的 但是装修公司这边是属于漏项 缺项 后期要通过增项来弥补的呢 还有很多啊 就是下面这些 下面这些呢 我们就不一项一项的细算了 我们大概按一个比例来算吧 现在啊 装修公司给我们已经报完的价格 一三七二八二 我们列在这儿 我们轻工呢 一共是七零一八零 就可以把装修公司 已经报的部分给干完了 这样我们可以省六点七一万 那整体如果都干完呢 我们按照比例来算啊 这个位置啊 就是按照这种比例来折算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十万的轻工的活都干完的情况之下 装修公司这边干 差不多就得花 十九万五千六百一十四元 那我们轻工跟他之间的价差 就是九点五六万元 也就是说我们做轻工的话 可以省九点五六万元 九点五六万呀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有多少人觉得九点五六万 给装修公司无所谓啊 就两三个月的活嘛 是吧 让装修公司挣这九点五六万 无所谓两三个月我自己我能挣十几万 我能挣二十万 我绝对不会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自己弄轻工上的 有多少这样的同学来 咱单步上走一步 那有多少人觉得九点五六万这个数真的不少了啊 自己可能要辛辛苦苦干半年一年 甚至是两三年才能攒下的这九点五六万 如果你觉得九点五六万是一个大钱啊 是一个非常多的钱的话 那么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让装修公司干给他这九点五六万到底值不值 而且你以为装修公司比我们轻工多报了九点五六万 他干的活和他用的材料就一定更好吗 因为我们都已经把他一部分用的料都问完了 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简单讲 比较典型的就是隐秘材料啊 比如说地暖地暖的我们这就是一个轻工的一个报价啊 大概是这样这是人工费用 那我们用的材料呢是尾星的二型管 一米的管六块二 尾星自己有一型管一型管是三块八 那这边的装修公司给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是日风的普通管 日风的普通管差不多也就是两三块钱 我们算三块钱吧 所以地暖的材料他用的肯定是没有我们好的 再来比如说改电啊 改电呢我们这也是轻工的岩米的价格 一岩米十二块钱 那电线呢我们选的是德利西的 那这个跟他相比呢还是要比他再高一点的 再比如说防水啊 防水我们用的是丙轮部 那这边装修公司明确说了 他们用的是钢性防水 那钢性防水后期肯定会出问题嘛 但是装修公司这边一般 他们没有用丙轮部的这种的工人啊 所以呢他们一般都给你用的就是钢性防水 钢性防水呢他也会说那你可以升级嘛 你得升级成柔性防水什么 加钱嘛 那现在报的价格其实就已经不提了 那加钱不就更贵了吗 再比如地板啊 装修公司这边已经报了地板的钱了 但是呢他只是包的普通的强化复合地板 我们这边呢用的是新三层的石墨复合地板 要比普通的强化复合地板还要高 再比如7啊 这个装修公司呢用的是所谓的什么西班牙进口的乳胶器 其实就属于中低党器 西班牙有什么好乳胶器啊 这不纯扯嘛 就是利用了一部分人的传要媒外的心理吧 那我们用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正燃器啊 儿童器的水平 包括腻的我们用的是耐水腻的 这边用的是普通腻的啊 非耐水的 整体来讲嘛 我们这边清工的价格啊 虽然看起来不高 但是我们用的隐蔽材料 以及我们在一些主材的选择上 其实用的并不差 至少是要比像这种包套餐的装修公司 要比他们更好 最后啊 我们再来完整的做一遍对比 比项目 我们和装修公司啊 是一样的项目 只不过是我们把他们准备 后期增项的部分给挑明了 比材料呢 我们的隐蔽材料 要比装修公司用的更贵更好 主材上我们选的地板和墙漆 也都要比他们更靠谱 比付款方式 清工是先干活 干好了再交钱 业主自己掌握主动权 而装修公司的套餐呢 则需要一次性交95%或100%的钱 然后呢 任人再各 那都是一样的项目 更好的主材 更好的隐蔽材料 更安全的付款方式 还可以省下来小十万块钱 也就是接近一半的钱 那该怎么选还不清楚吗 只要自己花点心思 转转建材城 花点时间学去装修 谈谈清工 小十万块钱就能省出来了 你干啥工作能比这个简单透明 挣得多呀 我之前啊 说装修公司毛利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起 还有些杠精不相信 那现在你信不信啊 那些说业主不应该花时间 精力学装修的 那你们有啥办法能让业主 两三个月就赚十万块钱呢 最后啊 也奉劝装修公司一句 挣钱可以 但不能用逼着人吃屎的方式赚啊 你的钱难赚 那难道业主的钱 就是大风刮来的 中国啊 有钱人不少 当然有很多人 不差这十万块 人家呢 就愿意花这个钱 买这个服务 但中国啊 还有很多人 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赚钱呢 也没那么轻松 放过他们吧 别再天天骂他们 是穷逼了 也别天天说人家自己装的房子丑了 找准你们装修公司自己的定位 挣你们自己该挣的钱去 好 本期我们与装修公司的轻工报价对比 就先到这里 那下面呢 还会继续给大家拆解啊 这个轻工的价格十万是怎么来的 以及另外一家装修公司 这个币装修公司 跟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如果想要看之前已经对比的这些部分啊 大家可以去我之前已经发过的视频里面去找啊 这两期的直播回放都在这里 如果想要加群 找更多的高手交流啊 可以加小助手的微信啊 善意6681 善意3381 以及善意9981 这三个微信号都可以 如果想要看装修知识啊 可以从10家OK 到了KAM来看啊 这里面有我之前所有写过的装修文章 以及很多的装修视频 求赞 求转 求币 求关注 播放越多 下集来的越快 我们下集再见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